那一天我們一起來到了竹圍漁港 一起去看一看那裡有什麼特色吧 今天來到竹圍漁港 艷陽高照 人很多很多 可是不用怕找不到地方停車 而且像我們停車的地方 這邊設計其實還是頗有創意的 雖然說草沒有什麼人在處理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個草 底下它有那個道路原石 它圍起來的這個形狀 搭上後面這個就很像一個船艙 它還有一艘船的名字 叫做亞康二號碼 Ci0136 這邊可能平常來的人就超級多了 停車場很多而且很大塊 中間現在看到這片草地 其實很有潛力 將來可以再被開發成 可以停更多車的一個超大停車場 因為人真的非常多 但路邊也都停了車了 那裡有一座彩虹橋 等一下我們要過去看一看 一定要去的 現在眼前出現的是竹圍漁港漁業中和大樓 是吳四陽當桃園現場的時候做的 這個已經有蠻殘暖的時間 這裡它還有設定一些 桃園濱海自行車道 這邊這個大這樣設計其實也是蠻貼心的 當初可能就已經預測到說 來這邊的遊客會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它因為它蓋的蠻高的 所以在某些太陽的角度斜射的時候 還是會照到 因為看到這邊的人 都是躲在太陽曬不到的那個陰影底下 看來輛這個車它的字眼很熟悉 但是順序不對 我們跟Catch很熟悉 但是這個是HKS 這一個碼頭它叫做 足為漁港漁樂漁船碼頭 這蠻多都是 看來是可以自己開出去玩的 這不是捕魚用的船 那邊還有更多 更多 更多 一堆 就這麼巧 眼前可以看到一艘遊艇的這個名字 叫做 兵拉登 兵拉登好 或許這個族 傳統它要叫著它登拉丁馬 我看起來比較像兵拉丁 飛機降落 我相信來這邊這麼多的人 除了 除非漁港裡面有便宜可以撿之外 再來就是來看飛機的 還有 夕陽 但現在還沒到 現在就往海邊去 感覺還是太曬了 所以等一下吧 而且現在在這座彩虹橋的高度 剛好可以看到太陽映照在海面上 反光 還蠻好看的 這一台 我覺得我們應該現在就往沙灘移動 去佔位置 好好觀賞 夕陽 今天夕陽西夏前先來拍一下 外海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艘大油輪 旁邊的一些比較小 我以為是併根那個地方都不動 現在6點5分 在這個太陽 右下方 大約15度左右 直接指的那一艘大的 貨輪 上面應該站有貨櫃 它的後方 後方有大概三艘小船 前方有一艘 從你這個角度看 現在是6點10分 太陽接近的海平面更明顯 大概跟那個 右下方的那艘船的角度 其實剛剛我應該有點快遞步 應該是大概22cm 可能現在大概夾到10-15cm 那很快就要降到海平面一下 現在是6點12分 剛剛6點10分的樣子 差很多 現在已經幾乎快要 已經看不太清楚這個太陽了 本地下的角度夾大概差不多10度左右 指的是 海平面 跟這個太陽 你畫一個角度的話 它那個 那條線的假想 6點13分 14分左右 其實太陽還沒有下 真正下到 落到海平面以下 因為現在天還沒黑 但是問題是 可能空氣不好吧 所以 當太陽的角度低 光線沒那麼強的時候 就會被這些 霧霾的空氣 把它的余灰遮掉 但是 好的是 原來在海上的那些船 現在竟然都可以看清楚了 運氣不夠好 沒有看見 西洋 陌入海平面以下 但是運氣又很好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些海上定毛的船 今天滿意了 可以撤退了 請大家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按下小鈴鐺喔